他疯了 他发这个电光 不安装把这个东西塞我嘴 你不能这么冤枉人啊 塞我手里了 最近的宋亚轩总是给人一种干完这一票就退圈的疯癫感 王牌中宋亚轩的腾话可谓是越来越明显的 当时他们带着自己的工具去接受惩罚 宋亚轩耍机灵偷偷带了一个瓢整股沈腾 放这 看看他一会儿对我们的态度 没事就往那边去 事后立刻将瓢放到了关晓彤身上 关晓彤压根都没反应过来就拿起了瓢 沈腾看到关晓彤拿瓢后 自然以为是他瓢的 于是质问关晓彤 这是宋亚轩在一旁恶人先告状 成功甩过关晓彤 主持人看到后刻意问了谁瓢的 关晓彤有嘴说不清 直呼宋亚轩是颠簇 之前沈腾经常在临水缓解中 把水泼向王牌家族的人 他们在腾哥的培养下 当然也是逐渐成长啊 宋亚轩这次直接整了一个锥筒 关晓彤看到后 没有丝毫犹豫的就加入了宋亚轩 沈腾意识到不对劲后 直接质问他俩 关晓彤对此还做出了解释 在接下来的语音播报中 宋亚轩横起来 那是连自己的梗都完呢 直呼自己颠簇 不光小宋 关晓彤的疼话比他还重 不得不说腾哥的影响力实在是大人 但是谁还曾记得 曾经的宋亚轩在节目中 总是有一股大学生清澈的眼神 常常被沈腾欺负 不得不说弟弟在腾哥的历练下 那也是成直线飞速成长的呀 最近的宋亚轩总是给人一种干完这一票就退圈的疯癫感 宋亚轩在沈腾的影响下 腾话和巅工记事感日渐明显 这不在节目中 他为了逃避破水惩罚 敲咪咪的把水倒在了旁边 但还是被沈腾察觉出来了 宋亚轩发现自己暴露后 企图卖蒙蒙混过关 当他被沈腾抓包后 甚至还试图甩锅给旁边的关小彤 恰巧这一环节中 关小彤也在暗中操作没把水弄身上 关小彤再次有苦说不出外 而宋亚轩巅巅的称号 还要从和金静一起玩孔雀东南飞说起 原本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游戏 金静和宋亚轩在这一环节直接放飞自我 化身成了巅工巅火 谁看了谁不只呼一句好家伙 他们几个模仿开车这一个 此加上背景乐实在是越听越上落 当主持人问到大家留在团队的理由是 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达自己的奉献精神 直到宋亚轩着画风直接突变 宋亚轩在腾画的道路上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 不光是在节目中他展示的淋漓尽致 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任何人没有看过宋亚轩的这段螳螂表演 我都会伤心的好吗 不得不说小宋放飞自我后 实在是让人很爱啊 毕竟谁能不喜欢一个会随地发疯的帅哥呢